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因为举报企业污染环境被捕 遇到违法行为 你还敢举报吗 环保志愿者上海某生化技术公司企业员工张文奇 自2014年7月起持续举报河南造纸企业环境污染问题 因为他2015年的举报 2017年3月 张文奇被河南省武智县公安局跨省抓捕 两度刑拘以后被批准逮捕 并且被武智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有损害商业性欲 商品生育罪提起公诉 羁押之间 环保志愿者举报企业环境污染何以获罪 张文奇在被捕前的数年曾频繁地前往河南武智县出差 因为工作的关系 张文奇熟悉被举报企业 并且发现企业存在偷埋废料 造成地下水污染等问题 2014年7月 张文奇就在武智县政府网站上 发出了第一封匿名举报信 信中张文奇自称是企业员工 反映武智县广原职业有限公司存放大量危险化学品 光地埋罐就有五六个 而且都是本类的危险品 很容易爆炸 不仅如此 张文奇还在信中称 广原职业偷偷在厂内大坑填埋大量的废质脱沫和污水处理后的废料 他以工人的口吻写道 现在呢 我们广原职业的工人都不喝这个地下水 都是总厂江河职业每天送的水 听说厂里检测地下水严重超标 我村离场很近 地下水也被污染了 当年的9月3号 武智县政府回复 广原职业确实储存有氢气 甲醇等危险化学品 武智县安监局为此也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求其限期办理安全评价手续 和广原职业一同被张文琪举报的 还有武智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武智县环保局同样对其处理责令停止生产使用 现三个月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和30万的行政处罚 环境保护部华北环保督察中心调查发现 广原职业有限公司和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没有经过审批擅自建设并投入试生产 试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顾费擅自处置 对于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 张文琪又先后多次向相关的部委 省市县环保纪检性房等部门反应 河南省焦作市以及武智县各级环保部门 也多次公开回应 几家企业没有通过环保部门的审批 又多次被处罚 但是检查当中都没有发现企业存在排污和偷埋的问题 那另外呢 张文琪还发现广原职业存在倾倒废渣的问题 张文琪的同事王飞对见面新闻分析 蓝色废渣呢 应该是本安类的化合物 是致癌物质 而且不容易降解 一旦下雨 本安类的化合物容易水 河南又多杀土地 很容易就渗透到了地下水当中 而作为出身于南京化工学院的张文琪 对这个也都很了解 2015年5月 张文琪和同行的同事一起到五十县人民政府 五十县税务局门口等地 张贴了十多份 致全体五十县人民的公开信 将他反复举报的问题都写于信中 而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 成为检察机关指控张文琪涉嫌犯罪的主要依据 张文琪的举报是否又属实呢 交作是政府官网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举报受理转办情况公事公告十五 公事 五支县江河纸业下属分厂广原纸业院内的化工厂 两年来非法生产 曾因偷埋化工废渣 被环保部华北督察中心查处并取缔 目前这个非法化工厂又搬迁到了江河纸业的老工厂 最后一排车间里继续非法生产 违法处置化工废渣 尽管举报的内容不断被查实 但是张文琪的命运却因此改变 根据检方起诉书显示 自2014年7月 张文琪曾多次使用虚假身份向各级环保部门反映 赫兰省交作是五支县三家企业存在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起诉书称2015年5月 张文琪同他人驾车到五支县人民政府 五支县税务局门口等地 张贴十多份至全体五支县人民的公开信 捏造上述三家公司污染环境 其行为给三家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 举报企业环境污染怎么就涉嫌损害商业性欲商品生育罪 张文琪被积压一年多 他的情况比举报红毛药酒的周医生更严重吗 那么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云南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 云南大涛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少涛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王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又是一个因为举报而被以损害商业性欲罪起诉的案件 我们再说到这个案件呢 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样的行为能够构成这个罪名吧 损害商业性欲罪 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及到这样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在前一次我们的那个所谓红毛药酒 谭医生适贤的那个罪名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罪名 那么他的这个概念 他就是行为人采用列造事实的这么一些手段 然后主观上要故意去损害一个企业的商业性欲 并且造成了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就可能构成损害商业性欲罪 所以这里面他的要素就是非常多的 主观上他必须是要故意去损害 要让他的社会评价降低 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出仇 所谓的我打不倒你 我要把你把你整臭掉 他的主观的故意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一个主观的故意 而不是说我为了公共利益 或者说我为了监督 不是这种这种 而是就是要损害你点滴你 第二个客观上的手段 他必须是要采用虚假的东西 裂造一个事实 不存在的事实 然后我来到处散步 第三个你还必须要有后果 这后果是什么 那么就是要造成重大损失 或者说其他的严重情节 只有这三战都具备了 那么才有可能构成损害商业性欲罪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前段时间 在河南省交作市武智县人民法院 第二次开庭审理 那么这个案件辩护律师王振宇介绍 张文奇是否捏造三家公司污染环境 也就是企业是否存在环境污染 环境违法行为 成为这个案件的一个庭审的焦点 那么张文奇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损害商业性欲罪当中的一个构成要件之一 就是存在捏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王老师您怎么看呢 其实在这个罪名当中 根本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因素 有污染环境 环境违法的这么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举报 他有实名的举报 有匿名的举报 甚至于有假计其他人的举报 为什么 因为他有些他就是害怕这种打击报复 这是完全可以情有可言的 可以理解的 根本就在于你举报的这种内容是否属实 就像刚才我说是完全立造的 还是仅仅是事实上有一定的出入 那么这个就是是否构成损害商业性欲罪 首先要面对 首先要审理的一个事实 那么从本案当中介绍的案情来看 事实上这三家企业都是被环保部门 安监部门多次发文 多次指出了他们的这种违法的事实 当然究竟那个违法程度是多大 这些政府部门的违法整改的 这些文件和张文奇所举报的这个内容之间 它的差距有多大 可能会有一些是出入 但是只要这个基本的环境违法 环境污染的基本事实是真实的 那么它就不应该属于列造事实 因为作为举报者的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 他可能很难获取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 就是证明比如说哪家企业环境污染了 哪家企业或者是存在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 它可能只有一些线索 那么仅仅是这些线索呢 就因此获罪 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觉得 这种举报本来是伸张正义的 本来是为了大家的公共利益的 那么很多民众还敢不敢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了 那么像本案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在起诉书当中所指控的 说张文奇呢他给这上述的三家公司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这个损失呢是对其中一家企业的经济损失认定是82万多元 那么这个82万多元呢是怎么认定出来的 是经过鉴定的 鉴定结论指出呢 南京人民印刷厂呢曾经在2015年和江河职业呢 分别签订了一笔购销合同 后来呢就是因为张文奇的这个举报信息暂缓订单了 那么根据江河职业的毛利率40.73%的计算 公司损失是82万多元 那么怎么来看指控当中所提到的重大损失呢 主持人已经说得很清楚 只能是对线索的一个举报 而对线索它就存在一个 这种线索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 还是确实有这么一个线索 其实只要有这个线索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事实实际上是容许有出入的 那么除了这个是否有利造事实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是否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这种重大损失呢 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个刑法所保护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么我们首先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刑法保护的究竟是一种合法的利益 还是包括非法的利益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要做一个澄清 就是在民事案件当中 一般都是保护的是合法利益 如果是非法利益是不予保护的 但是恰恰是在刑法当中是包括了非法利益的 就像某人去盗窃了一个手机 拿在手上的时候又被抢劫了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这个手机是盗窃来的 我们就不追究另外一个人的抢劫行为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承认一种黑尺黑的这么一个现状 所以对这种非法利益我们仍然是予以保护的 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比如说他这种所谓的损失 他就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而获得的这种非法利益 牺牲所有的不特定人的这种公共利益为代价 而获得的这种非法利益的话 可能就会产生一种争议了 无论他对我们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无论对我们的公共利益造成了多大的牺牲 然后我们都要承认他这种非法利益都要予以保护呢 可能会引起争议的 这是第三一点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 即便是你这种利益 无论你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确实造成了那么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造成事实和他的后面造成的损害之间 他是有因果关系 不仅仅是一定要有利益造事实的这种情况存在 而且你即便证明后面确实有巨大的损失了 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利益造事实 而直接倒置了你这个82万的这种损失 你必须还要证明这种因果关系 如果证明不了这种因果关系的话 它仍然是不构成所谓的损害商业性利罪 所以我们看待这个损失的话 大概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去进行分析 那么对于是否造成重大损失 这个案件的辩护律师王振宇 也曾向五支县人民法院申请 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务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张苏彤 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对该司法鉴定提出意见 据张苏彤介绍 根据司法鉴定的基本原理 司法鉴定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鉴定 而该案当中鉴定人将将和职业的客户暂缓订单 等同于取消订单 犯了将未实现损失作为鉴定对象的重大错误 那么应该说呢 无论是环境志愿者的举报 还是其他对于一些违法行为的举报 那么民众的举报呢 在很多情况下 他对于惩处一些违法 无论是企业还是公职人员 还是其他的一些主体的违法行为 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线索提供作用的 如果是这个案件当中 比如说判定张文奇确实构成了这个罪名 可能这个就会给大家呢 产生了很多疑问 比如说我们民众对于一些违法行为 还该不该举报 如果举报 那么自己的这个权益是否就会受到一些损害 甚至是刑事追责了呢 其实作为一个志愿者 或者说任何公民 对违法犯罪的事实举报 这既是公民的权利 也是公民的义务 如果这个我们的法律 离开了全民的参议 全民的监督 全民的遵守 那么实际上这些所有这些法律 无论他制定的多么的漂亮 其实都是会落空的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以后该不该举报 敢不敢举报的问题 而是反映出的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公权利 和公共的权利 地方化 利益化 集团化的问题 就是公权利沦为一些利益集团 或者一部分人的一种公器 公器变成了一个湿器 其实是这个问题 而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媒体当中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是都会有这样的案件 所以像这样的案件 他如果是那些举报是确实的 适应基本事实的 那么有可能里面 涉及到一个滥用职权的问题 所以像这样的案件 一个方面 怎么样在法庭上距离离争 然后去把事实真相 真正的查清楚 让这个举报者的合法的权益 得到保护 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是要向有关的监察部门 监察委进行举报的问题 而举报什么呢 其实就在于 官的机关 有关的部门 有关的个人 是否在用这种公权利 来打击报复 来利益交换 来滥用职权 实际上就是里面 是否有滥用职权的 行为的问题 只有这样 让举报的人 合法的权益 能够得到保护 只有这样 才能为这些民众 提供一个 法律的这种盾牌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以使他们今后 才能够更加勇敢的 起到一个监督 起到一个所谓的群众的眼睛 是血量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样 以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律 真正的落到实处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 它的一个意义呢 应该说是影响深远 那目前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 王少涛主任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图文推送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里面搜索个案说法 就可以找到我们加以关注了 您输入举报举报 就可以获得今天节目的全部推送 另外呢 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也有对过去200多期节目 进行了分类 我们把它们分为了民事 刑事 婚姻家庭 行政类案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 进行查看 另外呢 里面也有我们嘉宾的详细介绍 如果您在生活工作生意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寻求解决 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直接添加15974827467的微信号进行咨询 也可以直接电话咨询 为大家提供法律服务的 都是我们个案说法邀请的节目嘉宾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资深和负责任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 那支持我们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转发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一旦